什么人 走 什么人敢闯太极门 小子 我们的目标是猪飘翼 快让开 好狗不打到 怎么 你不敢跟我打呀 少废话 上 如风 朱飘翼 你还真在这儿 给我杀 这位就是太极门的掌门 陈清泉吧 我等来此只为朱飘翼 还望您能尽早交出朱飘翼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我的弟兄们 会做出什么事来 尔等公然在太极门做乱 实在是过分 赶紧给我退出太极门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交出朱飘翼 我们怎么舍得厉害呢 再说了 我还要领教 太极门的厉害呢 队长 队长 陈氏太极 果然名不虚传 今天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 我们还会见面的 后会有期 走 队长 队长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没想到太极门竟有如此高的高手 看来不能强攻了 队长都不抵他 那我们以后可以怎么办呢 看来 我们现在只能回去搬救兵了 急什么 再想办法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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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爹 你太厉害了 什么时候把这招交给我啊 走 刚才不是教过你了吗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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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樵翔逸哥 不过你也别轻易气馁 我觉得这个里面一定有什么诀窍 樵逸哥 这功夫本来就不可能十天半个月就练出来的 没关系的 你别气馁 樵逸 我来试试吧 来 我跟你一起啊 一 二 三 三 这怎么可能拖得动啊 这是 樵逸 别累了 走 喝水去 你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当我们推打水桶的时候 水桶里面的水受力之后 会产生运动 运动的物体呢 会产生惯性 所以如果我们随着水的方向再施力 那就会增加水的动力 虽然 我们不能把水桶推翻 但是里面的水可以 这样就叫借力打力 没关系 飘忆 一 Ros коп 我不能引力通知 我 自己感觉的 太极拳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 凡事不可强求 你这样用蛮力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可依 你今天的成功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陈长门过奖了 如果没有如风如雨的帮助 我办不到你 朴姨 我希望 你能够参透以柔克刚的道理 你能够参透以柔克 我知道八道家 你能够参透以柔克 真是说 叩拜师傅 请师傅收我为徒 日后 定当刻苦研习太极拳法 精进武艺 为太极拳发扬光大 竭尽全力 请师傅受徒儿一拜 那你到底教不教我 如果你不教我 就给我一个痛快 嗯 好 实时务者为俊杰呀 马宁儿 我很喜欢你呀 我可以教你武功 但是 就看你愿不愿意 为我做点什么了 好 只要你肯教我武功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 你要按照我 我给你安排的吩咐去做 完成了一件事情 我就教你几招武功 那时候 你愿意找我报仇 我随时都可以陪你玩玩 但是 我知道 就算你 再怎么练 你也愿不过我呀 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 今天就到这儿吧 改天再来的时候 我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太极者 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敬之则和 无疾不过不疾 随躯就身 人刚我柔 为之走 我顺人背 为之年 太极者 你这也算我们